我们进行示范49,我们第二个的字体范例 第二个字体范例要做的是,设计科系到大师都有一个臂展 那这个臂展自然就是以新一代为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所以都会针对新一代展出,会有一个倒数 那在我们的资料收集里面有附各个学校的今年度的臂展的主视觉 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其他学校的学长姐在制作大师臂展的时候 大概应用了哪一些手法 那除了这个海报主视觉之外,还搜罗了倒数的一个海报 不算是海报,都是在粉丝页面上PO出的一个照片 那像这个是苏德哥大的 那还有,那类型很多啦 像是云科大有一届是用人来排 像这是倒数5天就是一个人摆成5的形状 倒数4天就是人摆成4的一个形状 方式非常的多元,那今天会提供一个倒数的方式 是做这个数字倒数的方式给大家做参考 来磨练一下我们对Photoshop的理解 那我们要做的这个效果是 大概完成图是这个样子 倒数17天 首先Ctrl N开一个空白档案 尺寸设成A4 那样透过影像呢 影像旋转 然后让它逆时针变成横的A4的一个尺寸 有了这个尺寸之后呢 前景色 我先Ctrl I 复制一份底图 那这个我就把它命名为背景 背景给它填上一个接近白色 但不是全白的颜色 那我使用的数值是235 235 235 好,G填色冠工具 把它填上一个接近白色 但不是全白的颜色 那这个中心的部分 我看一下萤幕笔 中心的部分我想让它白一点 那旁边的地方稍微黑一点点 那等一下我的文字再放在中心的地区 就可以比较被涂出 微微的一个细微的调整 不会做得非常强烈 一个细微的调整 但它可以调动 在潜意识中调动的视觉 那我想到的方式是点击这个涂层两下 叫做涂层样式 那这涂层样式中有一个渐层的覆盖 那我在那个旁边 微微的让它按下来的话 就会有这种中间比较亮的效果 那我想到的方式呢 是先把我的颜色 漸层的颜色 制作成黑色白色 那这个样式呢 我使用放射状的 放射状的呢 角度的话 倒是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让它稍稍压扁一点点 可以 就是缩放的话 你可以透过缩放稍微来调整一下 你highlight的这个区域 那目前的对比就是太强了 稍微把它上一点好了 你用移动 你来到画面的时候 启用这个浮动视窗 的时候来到画面 它就可以移动这个渐层的情况 那目前效果是太强烈嘛 那我透过涂层的混合方式 我可以让黑色消失 那白色呢提亮 它目前亮色的这个区域 就把原本接近白色的地方 那现在再利用这个全白的颜色 把它提亮到纯白 那我们就产生一个视觉焦点 在最白的区域 那黑色要消失的涂层黄模式呢 自然就是绿色咯 那我们来看一下使用前跟使用后 这是使用前 整张是一样的 稍稍带一点点灰的 那使用后呢 这个中心区域呢 就更亮一点 更白一点了 按下确定 那你会说 老师这个细微的调整 这个观众看得出来吗 我们的消费者看得出来吗 他们绝对是看不出来这个细微的调整 比较吸引人 或是比较容易达成视觉集中的一个情况 这也是所谓达人跟一般人的差别嘛 那各位经过四年的训练 应该是要成为达人 所以你要非常在意这些小细节 那我针对这个图层按右键 把它点真化图层样式之后 那这一个影像呢 就会合并成单一的一个图层 把它点击下去 把它变成一个单一的图层 再针对这个单一的图层呢 我给它增加一些杂讯好了 这边有一个滤镜 杂讯 增加杂讯 那就一pixel就好了 使用 好一致的 OK 确定 用这个高式好了 然后单色的 细微的部分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杂讯 再把它缩销 会让你的纸张不是那么的 那么的光滑 让它有一些些质感的变化 那这时候呢 我再开一个新的空白图层 新的空白图层 我按下M 启动我的矩形 选取工具 那我要填上一个颜色 我想想看我们帮 嗯 这一张好了 这一张是 胡尾科大 好我们就 帮它制作这个倒数好了 那因为是有 这个主视觉嘛 所以我们这倒数 应该是要跟主视觉是搭得起来 所以颜色就从 它的海报之中 取一个 这种 比较粉绿的效果 好填射罐工具G 点选下去之后 Ctrl D 取消 我的选取区 好那 没有漸层色 单色状况 还是稍稍有点 单调了一点 所以我想要它有点漸层 渐渐变暗一点点的粉绿色 好那使用的方式跟刚才是相同的 点击涂层两下 叫出涂层样式之后 选择漸层覆盖 好那漸层覆盖 一样用黑白 然后就可以等下 我们透过涂层的火焦模式 就可以让它制作出 漸层的效果 那现在角度 稍微把它移转一下 转成180度好了 好180度 那刚才我们是让黑色消失 我们这次让白色消失 那白色消失的话 应该用哪个涂层火焦模式呢 应该要用这个色彩增值 它跟绿色刚好是相反的一个状况 好白色消失了 好那这样效果太重 然后再把整个涂层的 不透明度稍微下降一点 大概降到15% OK按下确定 好一样给它增加一个杂讯 增加杂讯前呢 先按右键 好把这一个涂层的样式呢 点真化了 好点真化之后 再到滤镜 杂讯 增加杂讯 好一样一个pixel 可以放大来看的话 它就会增加了 这样小小的杂讯 好那复制六份 1 2 3 4 5 6 好那来排列一下好了 把它命名一下 1 2 3 4 5 6 数字越下的就越下面 OK 把它复制一下 OK 那第二个让它反转 编辑 變形 水平反转 第四个也让它反转 编辑 变形 水平反转 第六个也让它反转 编辑 变形 水平反转 好那除了这样的变形之外 再按下Ctrl T 我们的变形工具 那我们的变形工具 除了等比例收放 非等比例收放之外 你针对变形的位置按右键 其实它有很多变形的方法 那我现在使用扭曲 让它可以自由变形 让它的这个形状不要太单调了 好好嘴 然后在开车 Que友善 现体验 器 需要 水平反转 喜用 可以变形好之后呢 这个形状好那利用修的键加选起全部的这个图层 再按下Ctrl G可以开一个群组 然后把它包护进去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单一的群组 那可以一起控制它的显现跟不显现的情况 再来把它变形一下 给这个整个群组一个涂层遮色片 因为最终想要是一个圆形的形式嘛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要做成的效果 最终是一个圆形的这个形式 所以开一个涂层遮色片之后 给它一个圆形 我先叫出我的尺规Ctrl R 这样我才可以确定出我这张图的中心在哪边 那我的圆大概要放在什么位置 那我先选择整个填满的背景图层 那针对背景图层按Ctrl A 全选的状况再按下Ctrl T 利用这个变形光的中心点 我找到我整张图物理的中心 OK在Ctrl D取消选取 那我在画这个圆形的涂层遮色片的时候 我的中心稍微高一点 按下Alt跟Shift键 你在画这个选取去的时候 它就会由中心出发 盖起来的部分是圆之外 所以在Ctrl Shift加I 反转选取去之后 在不希望展现出来的地方 不希望被看到的这个图层的部分 填上黑色 那就看不到了 那我们再回到群组的部分呢 Ctrl T 稍微让它变形一下 这个参考线如果你要丢弃就把它往外拉 你要暂时你常看不到 就按Ctrl H 它会暂时看不到 那我们可以再来调整一下这个图层 Ctrl T 右键扭曲工具 让它的粗细的对比再大一点点好了 就按Ctrl T 按右键扭曲工具 它比较有扭动的效果 这贴教被的 En是我 蓝色填5 把它再放大一点 再放大一点 这是 これは 墙圈3 扭曲的形状不够丰富 这样看起来 rayues是有点 deadline Turtle OK,那等下再来帮他加一个阴影好了 OK,来制作这个每一个渐层色块的阴影好了 整体好像稍微有点高,所以我利用Shift键加选起来之后 按移动工具V稍稍调低一点点好了 那我针对2的图层点击两下,然后教出他的图层样式 给他一个阴影,那这阴影呢,稍微来决定一下他的数值 不是这么明显 不透明度还是维持原本的75好了,按下确定 那我上方的4个图层都要有这个阴影,那比较快的方式 是我点击这个图层样式的时候按这个 失效 好,那我直接点击这个图层样式按右键 好,这边有一个拷贝图层样式,那再针对我要用一样的图层样式的图层呢 再按右键,这边有贴上图层样式 就把它贴上 OK,那我上方的这4个图层呢,都有这个阴影 但现在这个阴影也是稍微有点假,就是太平均了 太平均了,那怎么办呢 我先针对每一个图层,图层样式的部分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建立图层 建立图层就是把图层样式单独放到一个独立的图层 跟我们原本的原始图层是分开的 那我就可以单独针对阴影做调整 所以每一个阴影图层我都给它按右键,建立图层 确定 好,所以下方就多了一个阴影的图层 这一样,建立图层 确定 建立图层 确定 建立图层 确定 好,那有了这个独立的图层 我可以按Ctrl T 然后扭曲 让这个阴影是 形状比较不一样的 那同时按1 启动我的柔边的橡皮擦 稍微把它擦淡一点点 下方一样,Ctrl T 然后按右键 然后扭曲 从T 扭曲 可以 那图层3的这个阴影,太重了,再稍微刷单一点 好,那我们就可以再打上我们需要的文字咯 我们可以在整个群组的最上方,开一个空白图层,按T,启动我的打字工具 那打字前,嗯,先把它,因为我们要做一个 这个跟这个主视觉海报做呼应的效果 所以其中一个色块要是从这个主视觉上面结图样出来的 所以我先按M启动我的,嗯,选取工具 我先选一块,出来,好,选出来之后,我是希望它在第三块出现 好,那所以我把这个结出来的图层,就把它放在图层3之上 那我们之前学过,只要你左手按着ALT键,在这两个图层中 点击下去,那它们两个图层就产生了引用关系 也就是上方的图层,只会出现在下方图层有物件的区域之上 好,有一点像是图层遮瑟片的感觉 只这个图层遮瑟片是以下方图层,作为一个图层的遮瑟片 我觉得这个图层遮瑟片是不是不是全白的 好,是多新了,OK,那先把这个图样贴上去之后 好,接着上方,就直接按T打字工具好了 点击下去,就会开了一个打字图层,文字图层 那我们要倒数17天嘛 17天的文字字体,我使用ACID 这个是念永珍设计师在他的字段里写的 他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字体 那我们就使用他的字体 那刚好我们这个循环课在讲字体 字体大概是一个很重要 但是常常会被设计师忽略,或是一般民众忽略的一个要素 那也因为一般群众不会注意到这个要点 所以他委托设计师在做的时候 就不会特别去强调这件事情 也不愿意会自己设计这件事情付费 所以往往造成自己设计没有那么的精致 那这17打上去之后 我们希望的效果还是 他有被这个阴影覆盖的情况 这个17还是有被每一个方块的阴影覆盖到的情况 那怎么制作出这种效果呢 那我们要把每一个17都把它 先要按右键点灯的话 我们要复制很多个17 就J一卡,就J一卡,就J 把它都叫17好了 这样比较不会看起来太混乱 那每一个图层方块上面都放一个17 稍稍有点复杂了 那有17 这里也有 这边有两个了 再点选下来 OK,那就左手按着LT键 把它引用到下方图层 每一个17都把它引用到下方图层 让下方图层的 物件变成它的选取区 那就有了这个阴影 那最后还要打上Final Project 所以再按T打字工具 打上Final Project 这字体我用 中国龙创意体好了 那直接按右键把这图层点剩下 我们再用矩形选取工具来调整 可能会更容易一点 那这个Final Project 一样要有被阴影覆盖到 那我们看一下它是会盖到哪几个图层 应该是5,6,1吧 那我们把它往下移 5的上方 4就要出现了 4要一个 Ctrl-J复制一份 把它放到5 LT引用 再Ctrl-J复制一份 放到6 OK 那这个Final Project 也产生了阴影的互动 那整体的话也给它一个阴影 整体的圆形也给它一个阴影 看起来颜色似乎是有点 暗淡了一点 没有那种欢乐的感觉 所以我针对这个群组 最上方开一个调整图层曲线 那把它颜色 稍微提亮一点好了 稍微有点灰暗 好那因为是开在群组 所以这个调整图层 只会针对群组 起作用 群组之外的图层 它是不会起作用的 好那再针对整个群组呢 我们给它一个阴影 所以针对群组图层 点击两项 叫出它群组的图层样式 给它一个阴影 那阴影的话 我来调整一下 看怎么样的阴影比较合适 好有阴影前 有阴影前 车组图层样式 那应该倒数祭史 倒数17天 这个 新一代倒数就完成了 稍微低了 整体提高一点 这个教程到这边结束了